你到时候也得唱啊 你一定要上台唱一个 我不唱 我唱得不好听 女娃子唱歌咋不好听啊 你不是四川妹子吗 唱山歌也行啊 你声音这么清脆 唱起来一定好听 台长 我们唱山歌行不行啊 山歌当然行了 但不要唱那种行哥哥 行妹妹的啊 那我们就唱八月桂花遍地开吧 听歌名就挺好听 这是我们大别山区的一首山歌 这首歌很好听我们大家都会唱 对啊 你们是阿辉金寨的女娃子 要不你们一起唱一个 让我听听啊 好 预备齐 一九三四年十月 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文章 一名的长征 为配合中央红军转入川西 一九三五年三月 红四方面军 在强度嘉陵江后 快速向川西北进军 后有追兵 前有堵截 无数的困难向红军袭来 许多战士在行军路上倒下 红学智率领红四军政治部 负责方面军的后方收入 尽量不让战士掉队 妹 累不累 给我吧 我不累 我自己能行 哥 你也照顾好你自己啊 好 走 你怎么坐下了 班长 我真的太累了 我实在走不动了 不行 首长说了 不到苏宁地 谁也不能坐下休息 会掉队的 快起来 快 快 跟上队伍 不到目的地 谁也不准休息 打破了敌人百万兵 努力在学大骑兵 我们百战要百守 诚一下 这个女娃子叫什么 她叫王新兰 不仅唱得好 吹口琴念快本词样样都会呀 真是不错呀 她还是个孩子 对 她今年十一岁 我听说啊 她九岁就当红军了 这么小就当红军了 那她可能是咱们红军队伍中啊 最小的一个了 嗯 继续唱吧 来 敌人的骑兵不可怕 沉着迎战来打他 目标又大又好大 孩子像怀放弃射杀 我们瞄准他 我们打破他 来 拿着 给 拿着 好 这给你 这木棍驱赶野兽管用吗 王主任吩咐了 这大林子里晚上除了野兽 说不定还有土匪 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小心点 还有土匪啊 大家不用紧张 在这森林里复营 再枪的男战士 会把咱们女兵重心捧月似的 好 拿着 发给他们 这下好了 不冷了吧 我不好 现在怎么了 八卦说着 我挺好 这么烫 发烧了 周科长 新兰得了伤寒 现在没有药 怕是吃不好他了 来 多喝点水 大林啊 来 现在战事行军越来越艰苦 咱们的宣传工作一定要跟上啊 知道了 来 大家跟上 怎么回事 来来 过来 这女娃子怎么了 新兰得了伤寒 找卫生员了吗 找了 没有药质 好 班长 咱们大部队已经走远了 是啊 所以咱们得快点 要不赶不上大部队 班长 你们有户人家 班长 班长 说不定前面的房子里有老百姓 咱们去看看 弄点水喝吧 好 娘的 咱们的部队 刚过路的红军打的是 死的死 散的散 报告 报告长官 前面有一群女红军正往这儿走呢 真的 真的 他们往这儿走呢 在哪儿呢 今天老子要活着这几个红军娘子 快 隐蔽 快 站住 不许跑 弟兄们 站住 我抓红军娘子 站住 不许跑 小心走 不许跑 站住 小心点 快 快追啊 快追啊 快 快 跟上 北民 加把劲 主任 让部队休息一下吧 坚持一下 到宿用地再休息 跟我来 快 快 快点 姐妹们 快 快 快点 跟上 快 快 快 起来 快快 快跑 站住 别跑 别跑 别跑了 快追 站住 追啊 快 你怎么了 我 我实在不行了 没劲啊 我们都不行 快跑 站住 死也得跑 别跑了 快站住 快 红军 要红军 我 帅君 苏娘养的 秦路灵江子里面 做了什么呆人 瞄准胡 你挪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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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士生 驾 王者 好危险呢 没想到那茅草房里 还有敌人呢 这铁筒都打成漏勺了 一 二 三 四 五 都打穿了五个洞 班长 这铁筒救了你的命啊 传统 Rico 大娘 大娘 有事 大娘 我们是红军 红军 我们有个小战士生病了 能不能去你来借座一晚 走 我带你去看 好 那走 大娘 这就是我们生病的战士 跟我走 快跟我走 来 地图 咱们部队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时 先到通河 再到松潘 炉花黑水一线 洪主任 宋藩以北是茫茫的大草地啊 是啊 大草地纵横几百里 荒无人烟 所以我们要动员部队 要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 做好过草地的准备 这部队已经出发了 你们几个怎么还摸摸蹭蹭的 王兴兰走不动了 队长让我把他留在老百姓家里了 把王兴兰留在老百姓家里了 洪主任 王兴兰实在走不动了 水米不进 身子软得像一滩泥 我们决定把他留下 留下 嗯 那个藏族大娘愿意把他留在家里 说了 保证照顾好 我们也留了些钱 不行啊 这严徒一直有敌人为追啊 要是让敌人发现了 那王兴兰还活得了吗 再说了 这也会连累藏族老乡的 再难 也要把王兴兰带走 谁要把这孩子留下 我就找谁算账 是 跟我来 来 兴兰 你醒了 好点了吗 大王兴兰 病人 保证 把钱赶紧索 那是让我们到家里 要出去 手表白 你不算快 你不想好 过去 对 是 这縣兰 你身体太弱了 你比如说 不能自己走了 骑我的马吧 不不 首长骑 服从命令 骑我的马 来 把他扶上我的马 是 慢一点 小心 首长 我真不争气 给大家添麻烦了 新来 你是一个坚强的孩子 你一定能挺住 战胜并莫 你一定能等到胜利那天 革命也需要你啊 首长 我想跟着大家革命 想看到革命胜利 会的 一定会的 部队 集合 来 集合了 快点 女战士们 快 别眼泪汪汪的 来 宣传队 唱首歌 走 上马 唱 唱 景岚 坐好了 同志们 出发 天步 走 来 跟上 天空必须一惊 苏雅树起来 张灯游戒太阳啊 张灯游戒太阳啊 光辉灿烂 山出新世界 这张灯游戒 在战友们的帮助下 一只顽强地跟着 他终于走完了长征之路来到延安 后来他成为萧华上将的夫人 1935年7月 洪学志率洪四军政治部到通和 鸡公寨 苦瓜寨 最后到了松攀 黑水 卢花一带 负责建立地方政权 此时的中央红军也将到达这一地区 洪学志受命为中央红军筹集粮草和补给 于是洪学志开始了他这一生中 最初意义上的军队后勤工作 由于当地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 筹集粮草补给的工作十分复杂 和艰辛 中央红军现在缺少粮草和补举 急需补充啊 方面军已经把为中央红军筹备粮草的任务 交给我们了 可我们眼下也十分的困难啊 有点mir 川湖 你是哪个部队的 我是中央红军的 我 我要接你们红四军领导 红主任 十四级人 快 快 快救人 怎么回事 他是中央红区派来的 同志 同志 醒醒 醒醒 同志 你们是 我们是红四方面军大 这是我们的主任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我是碰得回军团长的通信员 我是来送信的 我们中央红军现在最缺的就是粮食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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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饿的 赶快弄点吃的 是 走 快走 中央红军马上叫到了 大队人马一到 需要吃 需要喝 所以我们抽粮的行动 一定要抓紧若实啊 冯主任 虽然这里是藏族地区 语言不通 不过我们可以拿县钱买东西 应该能抽集到粮食吧 嗯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里的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的隔阂 矛盾很深 以后呢 我们要在这里天天跟少数民族同胞打交道 我们一定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民族平等 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我听说当地的仇人对老百姓的管理非常严厉 是啊 我们一方面也要利用通四 向藏族老百姓宣传我们的红军政策 另一方面 我们要找到通四和向藏 与当地的偷人联系 我们花钱 从当地的偷人和老百姓手里 买到粮食和牲口 好啊 我们就这么办 红军政策 都是少数民族兄弟居住的地方 交流有障碍 在这个地方 籌集粮草 和开展工作 形式肯定非常复杂呀 洪主任 你放心吧 我对这一带挺熟的 老乡 你不是在吹牛吧 我怎么给你吹牛呢 洪主任 你看 前面那个不远的寨子就鸡宫寨 翻过那座山啊 还有一个寨子叫苦瓜寨 这一带啊 藏族人比较多 还有枪族和土族人 听你说的头头是道的 你真来过这儿 我没当洪君的时候啊 跟着一个重庆的马袍哥 在这一带做生意 我那时候是他的标客 是吗 那那个马袍哥 是如何跑到这儿做生意的呢 我们认识一个 叫扎西桑巴的藏民 扎西桑巴懂汉语 挺好的一个人 所以马袍哥 就让他当通司和向导 就跟这个鸡宫寨和苦瓜寨的 头人联系上了 这两个头人吧 都挺喜欢重庆的一些高档新鲜货 跟这两个头人做生意啊 他们都挺讲信用的 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好 这就好 驾 快走 今天我们都能住了 我就能住在这儿啦 好 是不是 哥 我 去 我 好 我去去去去 大哥 我们呀 今天晚上就在您这儿住了 明天一早就走 我去那儿买了 我去那儿买了 您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吧 我的意思是 我们今天晚上 就在这儿睡了 明天一早 我们就走 我去那儿买了 别 别 我去那儿买了 别 别 我去那儿买了 没事 等一下 等一下 老湘啊 怎么回事啊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不让我们进去 可是这个庙特别大 里边能住好多人呢 藏族的规矩就是这样 不让外人住到寺里面 之前我们住过那么多的寺庙 什么问题都没有吗 那是汉族的庙 这是藏族的庙 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的 风俗习惯 不让住寺庙 什么习惯吗你 说什么呢 老湘啊 对不起啊 那我们今天晚上 就在外面坐营吧 老湘 再见 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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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想不让我避养 你不让我避养 只是想不 Öyle 宝人 那今天把我避养 这样子 zweit 把雨傘收起来 同志们都拎着它 主人 找个地方避避雨吧 就是啊 不 咱们不能进去 大家坚持一下 一定要坚持一下 我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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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什么呢 我替我替你 我替你 我替你 这大叔 让我们到他家去避避雨 好啊 大叔 谢谢啦 走走走 走 走了 快 小心点 慢点 好 吃得不掉 吃我们 吃我们 谢谢了 大叔 谢谢 来 快来 同你们快喝吧 好 我们要吃这个饱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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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饱 拿起 拿这里饱饱 给 大叔啊 这个钱你拿着 拿着 你一定要拿着 来 来 大叔啊 我们是红军 喝了你们的茶 吃了你们的饭 就一定要付钱的 来 拿着 拿着吧 拿着 他听不懂 大叔 大叔 来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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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好 谢谢啊 拿着 对 我对 扎西桑巴 我好看 拿着 我一度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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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可以 拿着 只有这个人才能给我们做相当 冬兄 你看多吗 我真的 我也不能得子 赶去不懂了 走走走 老强兄弟 没想到 你不做镖客了 现在当红军了 以前穷啊 给人家做镖客混碗饭吃 现在不同了 当红军了 为咱穷人打天下 好 好啊 走吧 走 老强啊 这回找到扎西桑吧 那可就好多了 扎西桑吧兄弟啊 一路辛苦了 来 喝杯茶 好 谢谢 快请坐 扎西兄弟 我们到这儿来 是想向当地的头人买粮食的 想请你做翻译和向导 怎么样 刚才来的路上 看见红军在贴标语 说是买卖工笔 是真的 当然了 这是红军的纪律 那太好了 只要是花钱买粮食啊 这事就好办 那以后 我们就靠扎西兄弟 给我们大桥引路了 行 红军这事包在我身上 好啊 来 喝茶 头人已经答应了 进来吧 好 我们进去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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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人 是你 是 头人还认识炸西丧巴呀 认识 你曾带着马袍哥跟本头人做买吗 对对对 头人好记性啊 跟毛袍哥做买卖 还成心如意吧 什么意思 头人 这次红军路过这里 想跟头人买一批粮食和牲口 你们两个哪个是红军头人 我们红军没有什么头人 我是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 叫周干军 周干军科长想到本头人地盘上 买粮食和牲口 你们打算怎么买啊 跟你们当然是公平买卖 按你们当地收购价格来买 打算买多少 越多越好 带钱了吗 带钱了吗 既然我们想买你们的粮食 当然带了 给他们 嗯 嗯 头人 这是我们的定金 请您过目 好 头人 您放心 我们的姻缘没有一块是假的 看来红军还是真心真意地和本头人做生意 既然买卖公平 本头人就以礼相待 只要我们真心对待别人 别人也会真心对我们的 是啊 我是真没想到 藏族的头领是这么讲义气 我到了苦瓜寨跟他们头领说 我们要买粮食要买牲口 非常地顺利 等到了鸡公寨 鸡公寨的头领见我把定金一亮 你猜怎么办 怎么着 非常爽快地同意了 两个寨子的头人 答应卖给我们多少粮食 多少收口 鸡公寨头人 答应给我们筹集 八万斤小麦和青柯 一百只羊一百头牛 苦瓜寨头人 答应给我们筹集 十万斤小麦和青柯 两百只羊 一百五十头牛啊 太好了 这样一来 中央红军就有粮食吃了 大家停一下停一下 首帐给大家来做工作指示 谈不上什么指示 我就说一句话 中央红军马上就要来了 急需补充粮食和被俘 大家要加把劲啊 继续工作吧 好 首长 这是我们被俘场 新进的棉花和面料 好 同志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这批粮食对我们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完成任务 大家一定要完成任务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徐部长 走 这批粮食还有牲口 对于我们 还有中央红军来说非常重要 你们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记住 不能出任何差错 是 准备好了去出发 好 扎西三八同志 红主任 扎西三八同志 这次又要麻烦你跑一趟了 没事 红主任 别客气 再说你还给我工钱哪 这是应该的 我们红军吃老百姓的粮食 和请老百姓帮忙 都是要付钱的 这是我们的纪律 这次运的粮食 对我们非常重要 在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是 红主任 我知道红军缺吃的 放心吧 红主任 今天下午 我保证给你驮一批粮食回来 太好了 多谢了 不客气 不客气 红主任 我也想去 你不在家好好待着 你去干什么 我去运粮啊 你就让我长长见识吧 再说了 藏族的寨子 我还没去过呢 你这个刘双和 运粮是正事 不是去看风景 我不 主任 他想去的话 就让他去吧 行 去吧 是 但是要记住 一定要小心 是 我准备去了 好了 走吧 好 我走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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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今天啊 先到激公寨运粮食 然后再到苦瓜寨去运 是不是 这儿的地名真有意思 不是激公就是苦瓜 反正都和吃的有关系 前面马上就要到激公寨了 同志们 抓紧时间 快 握道 注意遍 注意遍 大家准备站动 谁放冷枪 徐部长 情况有变 不行就撤吧 撤 快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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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命 不许还击 快 后面的跟上 隐蔽 隐蔽 注意隐蔽 看我的 千口太高 下宝他们得了 为什么呀 他们要打死我们 少啰嗦 这是命令 명开手辣蛋 驾驾驾驾他们 不许炸荡大鸣 走 快走 看来去激公站运粮的事 泡汤了 我们还是去苦瓜寨吧 好 撤 同志们 快跟上 看法没有 前面就到苦瓜寨了 快跟上 等等 打 打 亲密 快 亲密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伤着当民 走 上高了 你找死啊你 让你不要来你非要来 差点把自己小妹给丢了 我看一下 去包扎一下 没事 就是撒拨一点小瓶吗 快去啊 是 洪主任 徐部长 你受伤了 洪主任 没想到 梁氏没买到 遭到袭击 怎么回事啊 不都躺好了吗 我也不明白啊 洪主任 为啥两个寨子的投人 都会约了你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来人 把徐部长抬回去 快 来 慢点 小心点 洪主任 赶快先命令吧 把这个反动投人的寨子给平了 洪主任 洪主任 打吧 给他们点厉害尝尝 先回去 那 这反动投人的寨子不打了 今天不打 撤 这 撤 这 快 去 爽和 你受伤了 去歇着我来吧 斩羞兄弟喝水 洪主任 我有意见 为什么不打进寨子里去 对呀 这两个投人也太过分了 我们明明是交了定金 他们却被信弃义向我们开枪 真没想到 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 是啊 为什么会成这样呢 当初这两个投人是答应我们的 可为什么会被信弃义呢 我想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洪主任 大家现在气得都不得了 都让着呢 把那两个寨子打下来 把那两个投人抓起来知罪 你喊什么喊 大家喊你也跟着喊 没把事情弄清楚之前 就动枪动炮的 党的民族政策 你还要不要了 好 报告 中央红军来电 去吧 中央来电又要淬粮了吧 是啊 三天之后 中央红军三军团 彭德怀同志带领的队伍 就要到达这里 中央命令我们 在他们到达之前 一定要搞到 中央红军所需要的 粮食和牲口 这 这能来得及吗这 这是什么时候了 现在是十万火急 不行我们打吧 对 就得和他们打 打 打 打这两个寨子不成问题 但是苦瓜寨和鸡公寨 都是少数民族同胞 红主人 你放心吧 我们只打那些反动投人 绝不会伤害百姓 对 我们只打投人 对 我们不伤害百姓 不 我们要想筹到粮食 必须要找这两个寨子的投人 当初他们收了我们的定金 而现在却不守约 为什么 我们大家要想一想 两位投人 以前是这样的人吗 以前我给马炮阁 做童私的时候 苦瓜寨的投人 和鸡公寨的投人 跟马炮阁做生意 他们当时都很讲心语啊 爽和 到 去把老兄找来 是 报告 胡老强 你对这一代还是比较熟悉的 我给你两天时间 彻底弄清楚 那两个寨子的投人 为什么会变卦 是 老强兄弟 那个地方就是汉人到这里做生意的商会 我们去打听一下 看看马炮阁会不会在这里 好 咱们去看看 走 走 下 到了兄弟 到了 这还挺热闹的 汉人也挺多 这是 你的生意太不好做了 有人在暗暗杀价 这位大哥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打听一下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马炮阁的 马炮阁 你找他啊 是啊 我知道 走 好 谢谢 大炮阁 大炮阁 咱们现在困难重重啊 徐部长负了重伤 正是不任命你担任这个职务 我 是 你这个民运部长担子很重啊 有余粮食 这到哪去运粮食啊 这当地的老百姓把粮食和东西全部都藏起来了 根本就不卖给我们 要是抽不到粮食 中央红军来了 那可怎么办 更可气的是 当地偷人发了话了 谁要是敢把粮食卖给红军 等红军走之后就秋后算账 吴老强出门两天了 怎么还不回来 是啊 这中央红军马上就要到了 万一彭的怀司令朝我们要粮草 我们拿什么来交差啊 这当地的偷人又臭又硬的 跟他们来软的根本就不行 干脆下决心吧 打山寨 不不不 别着急 然后让他们干脆 红主人 我回来了 老强 你回来了 你咳嗽回来了 快 红主人等着你呢 快 老强 什么情况 来 慢慢说 红军 情况我打听清楚了 怎么回事 我在县城的商会里 找到马炮哥了 马炮哥说 从内地来了个姓钱的老板 这个钱老板 也跟这两个头人做生意 而且啃出价钱 对了 说这个钱老板 在头人面前 揍我们谣 说红军 来到这里以后 就再也不走了 先把苦瓜寨和鸡公寨的粮食买空 然后挑拨这两个寨子互相泄斗 到时候咱们红军学习寨子 杀人灭教 还有这种事 还有比这说得更难听 说咱们红军是魔鬼 只要在这扎下根 就会吃人家葬人的孩子 胡说八道 还有比这更胡说八道的 说咱们共产党是共产共欺 这明明是从国民党 把他嘴里吐出来的花 那个姓钱的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人行踪很诡秘 连马袍哥也没见过他 我要会会这个人 请 马袍哥 这个粮食对于我们非常地重要 所以我想请你安排个酒席 把那两个头人给请过来 然后让那两个头人 把钱老板也给约出来 把钱老板也给约出来 我想会会他 嗯 请 公主人 你这个主意高 真高 就依你的意思 请两位头人喝酒 然后让两位头人请出钱老板 我也想会一会 那个神秘的钱老板 头人 今天马袍哥请您下山喝酒 听说还请了急功寨的头人 要不是听说汉人商会里 安装了什么发电机和灯泡 我才不去 是啊 是啊 幸实过 climbed 屁股寨头人到 请 请坐 汲公寨头人到 投仁 欢迎驾到 请 来 请坐 这些年来啊 承蒙两位投仁观照 我马某人的生意做起来是一帆风顺啊 我觉得还是两位投仁仗义啊 今天呢 我在这里宴请两位投仁 还要向两位投仁介绍一位重要的客人 然后呢 我们几位在这里开怀畅饮 两位投仁意下如何啊 还有什么重要客人哪 马某哥 只要是你的朋友 那就是我的朋友 请他来吧 好 请 洪主任 请吧 马某哥 你这是请了什么客人 两位投仁息怒 我今天请的客人哪 就是红军政治部的洪主任 你马某哥不地道 明明知道我不跟红军打交道 你还请个红军投仁来喝酒 这酒不喝了 走 两位投仁且慢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陪你们喝酒的 我更想问清楚一些事情 没什么好问的 你们单方面毁约 我能不问清楚吗 老乡 把合同给两位投仁看看 是 几天前你们两位投仁收下了红军买粮食和牲口的定金 可到了运粮那一天 你们不但不卖给我们粮食 还袭击了我们的运粮队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你们到我们寨里买粮食居心叵测 红军就是为了买粮食 有什么居心叵测的 你们到我们这里来没安好心 你想帮着鸡弓寨打我们苦瓜寨 你胡说什么 是红军帮你们打我们鸡弓寨 笨蛋 到时候红军要血洗我们藏人的寨子 杀人灭教 还要吃小孩 还要顾老婆 两位投仁 这话从何说起啊 这话是你们汉人亲口告诉我们的 哪个汉人 叫钱喽嘛 这回红军到这里来 要吃苦头喽 红军想在这里酬粮 白日做梦嘛 对 把他们困死在这里 秦老板 我们投仁请你走一趟 到哪里去啊 到商会 到商会 投仁在这里 在商会 对 这样吧 投仁要见我 我亲自到山寨去 不行 投仁要你马上走一趟 钱老板 请吧 钱老板 你说红军什么了 我没说什么呀 你当你的兵 我做我的生意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我才没工夫说你们的闲话呢 钱老板 你可不能不说实话呀 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兵 你就当着这位 红军投仁的面说清楚 投仁 你不要害怕 这是我的地盘 再有 红军投仁也说了 只要说的是实话 他就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钱老板 我看你还是说了吧 你要是不说 我听你说 你在两位投仁面前说 红军 要让两个寨子相互泄斗 然后血洗山寨 杀人灭教 你有什么证据啊 你还说 红军吃少数民族的孩子 红军经过很多少数民族地区 你说吃过哪家的孩子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和风俗习惯的 从没灭过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 共产党主张一夫一妻 什么共产共产 都是你在胡说八道 钱老板 你咋不说话呀 钱老板 快拿出证据来呀 这证据 两位投仁 这位钱老板要是拿不出证据来 那就说明是在造谣 是在搬弄是非 你拿不出证据看来真的在造谣 钱老板 你是一个不地道的生意人 到我们这里来搬弄是非 我们和红军无怨无仇 你却让本头人毁约交兵 你这个人按我们这儿的规定 就应该把你的舌头割掉 你们敢 来人 把他给我绑了 砍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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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说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们敢弄钱老板一根好毛 到时候都没好骨子吃 实话告诉你们 钱老板是四川国民政府派来的 钱老板 你是四川国民政府的人 两位投仁 现在事情挑明了也好 我就是政府派来的 我就是要告诉你们 共产党是乱党 蒋委员长已经派重兵 要彻底剿灭他们 你们切不要上当啊 钱老板终于亮出底牌了 狐狸的尾巴藏不住了吧 你 我本来以为你是个生意人 没想到你是国民政府的人 我们跟红军无怨无仇 你小子非搬弄是非 借刀杀人 对 你是想借刀杀人 偷人 滚 偷人 滚 我的远远呢 走 钱老板 那就不送了 不送了 还不送了 这家伙子 不送了 他们最大的 你远过 这家伙子 就把他还不送了 这家伙子 那家伙子 你也不送了 这家伙子 红军的粮草功绩 把我们死死地困在这偏远地区 当他们得知少数民族的债子 要卖给我们粮食的时候 他们就派这个前老板从中作稿 想使用借刀杀人之计 达到他们消灭红军的目的 会有这种事情 现在没问题了 误会都解除了 明天你就带着你的运粮队伍 到苦瓜寨和鸡公寨去拉粮食吧 明天上午 中央红军的三军团也到这里 我们就不愁粮食了 那太好了 我们可以组织人员整理物资 跟他们做个交接啊 我们这回要好好靠了靠了 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啊 红主任 我听说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 是啊 赫赫有名的彭军团长 那您见过彭军团长 我倒是没有见过 只是早闻他的威名啊 明天就见到了吗 真的啊 真的 我跟你说 明天见到彭军团长 你小子别多嘴多舍的 放心吧 既然照顾 知道吗 您还能想到这个 您还能撒 我 靠近了 您 手长 味道怎么样 非常不错 手长还会做饭呢 你可瞧瞧我 我从小就做饭 不吃饱饭 啥事情也干不了 这次啊 我们就要让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 吃得满意 让红军团长 痛痛快快地 吃上一顿 好 小刘 听到前面镇子上的牛羊叫声了吧 郡团长 我都闻到羊肉的香味了 是吧 你的鼻子比我的鼻子还灵啊 彭军团长 来了 报告彭军团长 我是奉命给中央红军 送给养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红薛志 好啊 红主任 你们这叫雪中送炭哪 红主任 你今年多大了 报告军团长 二十二岁 你这个大个子啊 看上去像三十二岁的嘛 好 红主任 咱们四方面军的干部精明能干 军团长 请报 请 走 军团长 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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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军团长 你看我们到了 可以啊 好啊 好 红主任啊 你这个地方真不错啊 你傻呵呵的在这儿干嘛 赶快弄套新军装 给军团长换上 是 小鬼啊 公主任 衣裳不急 这胃口急 赶路啊 饿了一整天了 闻到羊肉味了 那好吧 我这羊肉已经炖上了 一会儿啊 咱们就开饭 好 您请 好 请 怎么样 您就坐好了 好 可以端上去了 来 走 走了 来喽 好 走 快点 他在这儿 乖 歹 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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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的羊肉啊 好吃你就多吃一份 我再给你尝尝 四方面具的炊事员 手艺真是不错 彭金探长 这可不是我们炊事员的手艺 这羊肉汤不是炊事员的手艺 难道是请来的厨师做的 不是 这是我们洪主任 他 真的啊 真的 这事谁敢框彭君探长啊 洪主任 好手艺 好手艺啊 当然 我们洪主任 做菜做得可好吃了 洪主任 这个小鬼对你崇拜的可是不得了啊 是 的 他人心疼慢 咱俩 你这一时间 就有时候 要得很好 那人一手 袁军团长 他多虽然 一直在跟他做的 很健康 你这种 他都不愿意 我一边 你和他 这些年轻人 他才公开 他的年轻人 不得了 不会 我这个军团长啊 也不白吃你的羊肉 洪主任 我给你一个狮的兵力 一个狮 对 一个狮 一碗羊肉换一个狮 彭军团长 我可占了你的大便宜了 洪主任 一个狮听你指挥 专门为中央红狮搞粮草 是 军团长同志放心 保证完成肉 报告刘主任 我是洪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志 奉命给中央纵队送粮食和牛羊 谢谢洪四军对中央纵队的支持 你们筹集的补给解决了大问题 还有青柯 豆子 盐巴 还有牛肉干都在村子里呢 盐巴真贵啊 我们的部队 已经半个月没有尝到盐的滋味了 刘主任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再去多弄一些 你这个政治部主任哪 还是一位出色的粮草官哪 刘主任 走吧 我们进村子吧 走 简而言之一句话 中央红军已经丧失了 打大仗的能力 可老毛他们呢 还摆出一副军临天下的架势 命令我们服从他们的领导 简直是岂有此理 告诫我们的同志 一 中央的政治路线 军事路线有问题 中央红军遭到如此惨败 必须由中央负责 二 军事指挥大权 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我们提出军事指挥部统一 让他们把军权交出来 你就安心养伤吧 照顾好伤员啊 你的腿怎么样了 坐下坐下 怎么样 好多了 护士一定要让他按时吃药 你胳膊怎么样 坐下坐下 首长 来坐下 好继续休息啊 好 护士 这个伤员怎么老咳嗽啊 是不是着凉了 红主任 红主任 现在伤员太多了 被子不够用 我已经通知备服场了 他们正日夜加班 赶出了一批新被子 马上就送到了 红主任 等大姐啊 红主任 大姐啊 你们可来了 红主任辛苦了 首长 这几天我们备服场 赶制了一批服装和被子 给中央红军的伤病员送来了 谢谢啊 谢谢你们啊 首长 谢什么呀 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谢还是要谢的嘛 大姐啊 把手里的衣服和被子 赶紧卸下来 我们的伤员正等着用呢 红主任 外面还有一车呢 你放心 我会找人去谢 来 大家赶紧进去吧 走 快进去 好 快进去走 都放里面 放到床上就行了 护士同志 来放这 马上给伤员盖上 这位首长 一点架子也没有啊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 将部队分成右路军和左路军 1935年8月 红四军随右路军北上 红学志率领军政支部 带着伤病员从黑水炉花出发 艰难地行进在草地上 好 小心点 班长 妹妹 慢点 你没事吧 不要 我没事 你去看看其他人 小心点啊 你好好照顾你自己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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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大家坚持一下 这水不能喝呀 有毒的 喝了就会死人的 我们再坚持一下 到前面的宿营地 到了那个地方 咱们再找水喝 走 走 快 走 我的夫妮 走 走 同志们 咱们坚持一下 慢点 小心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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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醒醒 兄弟 跟上 醒醒 再坚持一会儿 同志 跟上 慢点 来 再坚持一下 首长 他最饿死的 把牺牲的传药们 埋在这草地上吧 快走 走 走 来人 主人 行 再双方 有刀 是 案子 停 好 告诉同志们 一定要坚持住 走过这片草地 要走过这片草地 还得三天 同志们 坚持住 我们用不了进天就过去啊 挺住啊 同志们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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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先走 善悶 为什么要上吧 为什么 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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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科尚 您慢一点 慢一点 黄主任 黄主任 你怎么了 黄主任 黄主任 你怎么了 黄主任 走 走 没关系 我要坚持 你说你刚才要是不杀马 你至少还有匹马骑 这下可到 一个大首长你就自己走吧 坚持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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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气 把人带走吧 来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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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满 草地 漫无边界 死亡截二连三地发生在红绝质身边 没有粮食和药品 加上恶劣的天气环境 饿死病死的战士与日俱增 由于政治部带着大批伤员行军 没有战斗部队的掩护 危险很大 于是洪学智带着部队 临时又折回了黑水 如画一带 总司令 我给中央写一份回电 你看以后 以我们两个名义发出去 来来来 总司令 先喝口水吧 我看你是有点意见啊 我死有点意见 你几个过去获遂赏葬 拒绝被赏 这是咱不住酒里啊 我到四地考察了 嘴神的碎也就到这儿嘛 你看 外面的雨还在不停地下 明天的歌举河到底什么样子 谁也说不出 再说 我们快没有粮食了 几万名红军指战员 饿死在草地中 谁负这个责任呢 为什么有陆军能通过草地 我们左陆军 恰恰偏要在草地上卧撕来 就说我们能走出草地 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呢 总司令同志 我们的出路只能是南下 或是西征青海 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定 你我都此举手同意了你 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人祸权力 否定当地如先 这封殿堡我不能同意 我也希望你认真地考虑 好 医生 她得到什么病了 好 伤寒 给洪主任的药 每天三餐 以此三礼 医生 你跟我来一下 好 主任 主任 你怎么样 主任 我肚子疼 肚子疼 这 这伤寒怎么还肚子疼呢 长征的路上 很多官兵都得了伤寒 到底因为什么呀 因为生活艰苦 饮食恶劣 官兵们体质下降 脾胃消化不良 内湿停聚 遇上不结食物 容易引发伤寒 洪主任 肚子疼还变血 给洪主任打针吃药也不见效果 洪主任的伤寒病很重 还有并发症 肚子疼和变血是肠子出血了 更严重的可能会导致肠穿苦 来 这边 还好吗 忍着点 喝水 会有点痛 你忍着点 医生 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她的病治好 来 我看看你这边 周部长 我们想一切办法救手长 就是没特效药啊 不好了 洪主任又晕过去了 快 快来快来 快 洪主任 主任 大夫 他没事吧 主任 洪主任 主任 大哥 喝一口 喝一口 主任 就喝一口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人要吃饭 不吃饭还咋干革命啊 来 来 你喝一口 就喝一口 主任 来 张嘴啊 主任 双猴 我来照顾首长 你去吃饭吧 我吃什么饭呢 主任都不吃饭 我吃什么饭 你一天都没吃饭了 不吃饭怎么行呢 来 我来喂洪主任 我 我不吃 他不吃我也不吃 不吃饭 我去吃饭了 我去吃饭了 葛侣 五十七十八十一 你喝一口 就喝一口 你喝一口 你喝一口 我慢点 你吃饭了 都用上了 既然这样 那就安排后事吧 咱们去弄一口棺材来 洪大哥 大哥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跟着你的部队来 为的就是跟你一起干革命 大哥你醒醒 你现在不打敌人了 你不干革命了大哥 大哥 伙伍佛菩萨 保佑我大哥平安无视伙菩萨 好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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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洪大哥你快醒醒 我吃双和大哥 大哥 大哥 你是不是有病 大哥现在还有气 你做什么棺材 你说何你疯了 你以为我希望红主人死啊 你就是 红主人都这样 你以为我心里不难死啊 你可不能丢下我呀 大哥 你可不能丢下我呀 你可不能丢下我就走 你们不能做棺材呀 不能啊 不能做棺材呀 我求求你们了 不能听 不能听 大哥伍子 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你可不能赚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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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双尔 你要干什么 双尔 我要陪大哥一起走 你疯了 我没疯 大哥走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把钱给我 兄弟 我知道你舍不得洪主任 我也舍不得 如果你要是死了 洪主任能活过来 我五老强陪你一起去死 该怎么办呀 我先要赶索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请的老藏衣 你们别着急了 洪主任有救了 快快 大哥 救命的来了 救命的来了大哥 快请 病人在这 来请 能治吗 怎么样 还有一次忧气 他得的是伤寒 尝得出血了 人还有救没有 别着急 我开个方子 吃几副药 或许会有救的 老先生 来 拜托了 报告老母 他给过钱了 你拿着 我是来看病的 不是来挣大钱的 大爷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他就要去 救命的菩萨 快起来 你别这样 红军才是活菩萨 你放心 我会尽全力的 连长 这棺材咱们还定不定 要是真的来了一个神医 但愿这棺材派不上用场 听说是鼎鼎有名的老藏医 是周部长从七十多里外亲来的 这个方子至上还是非常灵的 好 对了 我们去哪儿拿药啊 去县城药店 我去抓药 驾 驾 驾 我回来了 要抓回来了 要抓回来了 好啊 可是少了四位 少了四位 哪四位 什么蛋 黄 还有什么 我说不清楚 快打开快打开 你看 这少的都是最关键的药 那怎么办 人民关天得先办法解决呀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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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先把这一药 他先煎了给我大哥喝上了 对呀 对呀 使不得使不得 那样煎了以后 他吃了不管用啊 没有效 那这怎么办呀 我大哥就在这躺着呢 怎么办呀 其实啊 咱们周围的山上 这些药都能够采到 那行啊 只要山上有了 我们自己去采呀 对呀 那现在就去采吧 对呀 我们可以自己采 那好 我亲自在你们上山采着 好 快 快 就在那山上 就在那山上 那是吧 对 好 是那儿吧 快走 快 是 哪儿 快走 你 那我去哪儿 哪儿 加一项 快走 快走 去哪儿 哪儿 快走 你快走 你快走 快走 再找 好 这更不对了 你们再上去看看 再去看看 这 这啥事不通啊 这个对吗 就是他 就是他呀 再去查 快去查 川河 这边有 到这边来 大家都过来啊 这边有 快 到这边踩 好 有救了 来 把他扶起来 咱们给他喂药 来 拿着 来 烫啊 来 大哥 把药喝了 冰就好了 这药会有效果的 听说洪主任病得很重 还准备了棺材呢 生病会这样啊 洪主任病了 咱们去看看吧 好啊 你们准备去哪儿啊 洪主任病了 我们想去看看他 情况是这样的 现在有个老葬医 正在为洪主任治病 听说没事儿 大家现在去看洪主任的话 会打扰洪主任治病 这样等洪主任的病好了 大家再一起去看吧 那好吧 好吧 好吧 好了 大家都去忙吧 那咱们接着干活吧 那咱们接着干活吧 今天是吃的第三副 现在根据卖相 他应该马上会醒过来 洪主任 醒了 醒了 太好了 洪主任 洪主任 你终于醒了 你都昏迷好几天了 可怕我们吓坏了 主任啊 你吓死我们了 多亏了这位老葬医 给你开了几副药 是啊 洪主任 我就是个郎中 专门给人治病的 谢什么呀 我还以为这次听不过去了 幸亏遇到了你老人家 你是神医啊 可不是什么神医 我祖辈底带都是葬医 我开的药方就是家里祖传的 洪主任 你放心 再吃两副药 你的身体啊 就会完全好的 大哥 你醒了 你看我都醒过来了 你怎么哭起来了呢 大哥 别哭了 你活着 我就活着 你往下最近的人 走 好 你来 我带你去 你去给你 你别哭了 你就带我来 你去拿REW 有劍太阳 这张药有劍太阳 双哥 大哥 你起来了 好多了吧 好多了吧 把你的手枪给我砍一下 砍枪干啥呀 一枪不掐壳吗 不掐壳很好使啊 挺好使 从来就不掐 我 就 就抢过一回 哪一回 就那一回 那一回我 到底哪一回 就 就是你生病 大哥你知道了 老强都告诉我了 你怎么能拿枪朝自己的脑袋上打的 大哥 当时我看你都挺不住都不行了 所以我也想死 你这个混小子 你还像个红军战士吗 大哥 你听我说呀大哥 混小子 你别生气 你听我说呀 说什么 你听我说呀 你是为谁活的 大哥你说你带着我参加红军 你要是死了 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你这是什么话 不错 是我带你当的红军 但是双和 你当红军是为了什么 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推翻这个人痴人的社会 可是这个人痴人的社会 还没有推翻哪 双和 你还记不记得在老家查查 你被公头吊起来 在火上烤 差点把你烤死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忘不了 可是这个世界上 还有多少老百姓 依然在火上煎熬啊 共产党领着我们闹革命 前途后继啊 用一条条宝贵的生命 去打一个好天下 可你 你干了什么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 大哥 我该死呀 你真的该死啊 大哥 我错了 我知道 我这条命 不是为别人活着 而是为了革命而活着 大哥 我以后再也不会 随随便便地死了 你真的糊涂 把枪收起来 大哥 双鹤 当年我带你出来当红军 都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一路转战到川西 又爬雪上过草地 这一路上 你亲眼看到多少同志 倒在了雪地上 你要记住不能轻易去死 知道吗 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 都肩负着好几条生命的使命啊 你知道吗 开了 你 双鹤 谢谢你 每天给我熬药 谢谢你 臭小子 我听说 中央红军 和红四军的主力部队 都已经过了草地 向甘肃和陕西进发了 那我们现在还在路华一带 什么时候走啊 我们呢 应该也快了 我们政治部 要带着伤兵员过草地 跟中央红军和红四军主力 尽快被伤 报告首长 军部来电 原地带命 是 是 红主任 主任 你找我呀 四方面军的宗旨会 发来了电报 什么内容啊 让我们车会炉化 黑水一带 原地带命 红主任 我们红四军 历尽千难万险 牺牲了多少同志 我们好不容易翻过了雪山草地 来到了这里 如今为什么还要翻回去啊 附送命令吧 红学志接到红四军军部原地带命 等待主力部队回来的命令后 陷入沉思 大部队已经北上了 为什么又要南下了 红学志当时并不知道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 此时已经打定了主意 与中央闹分裂 反对红军北上 强令红色军和红三十军 脱离幼乳军 向南折回 你们俩看 这片地区都是粮食比较肤肤的 红主人 主人 来 好点的没有 好好 你们慢点 同志们都坐吧 顶部队 必须要有什么 好 他 Johny 等部队回来了 更多的人要吃饭 我们一定要搞好后勤工作 好吧 我想办法去酬粮 好 我们现在在卢华 黑水一带 一定要想尽办法酬粮 能酬多少是多少 还要同志大家 一定要节约粮食 每一个伤病人 每天要吃多少粮 吃多少羊肉 一定要有规定 我们一定要 细水长流 老总 中阳北煞 怎么连我们也不通知一声 中阳连赖点 孔子在掌柜逃离寿里 下面不对情绪怎么样 很不稳定 五九军团提出北上找中央去 完完无控 北辰 你我来举例 不光是要带五九军团背上 而是要带领四方面军八万人马一刀背上 你我嘴咒 掌柜逃离阴墓就会叮 空军不是我主意的 他在阳连赖点 也不是他掌柜逃离 而是当里闽根子 可他硬要带部队南下呢 斩阻他 我们来个斩探斩术 从目前的敌情来看 南面国民党数十万人马并未撤离 左务军南下 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绝不能让湘江战役的悲剧重演 老总 你是红军的祖司令 能够独成悲剧的只有你了 北辰 你我的责任重啊 我们要趁下心来做工作 要团结 要将策略不能乱来 我就不信 四方面军 大多数的直战员 会跟着他掌柜逃走 不信 尽管了 他在岳飞 最后军下 不信 他会有其他人 他要不信 他不信 你带着部队走 我去看看他 是 你好 公主人 听说你生了一场大病 怎么样啊 徐董主委 病好了 没事了 没事 没事还煮了棺子 三只腿走得更稳吧 不过生病的几天 还挺危险 差一点见了马克思 你个红大哥子 你去见马克思了 我几万红军怎么办 饿肚子 是你饿肚子了吧 走 咱们先吃饭去吧 走 好 香 太棒了 好吃吗 好吃 徐总指挥 你一定要多吃点 我徐向前这肚子 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 黄大哥子 感情你这伙食这么好 哪里高来的 都是从老百姓的地方来的 总算是没有让大家饿肚子 好 你也吃 不 我这几天身体还没恢复好 没胃口 不过看着你们吃的有滋有味的 比我自己吃还舒服呢 你这个红大哥子 还真是个称职的粮草官哪 徐总指挥 有一件事情 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说 咱们的大部队为什么要撤回来 不跟中央红军被删了 一言难尽哪 雪智啊 往后的路还很漫长 有很多革命工作 都需要你红大哥子去完成 你眼下最要紧的就是 赶快挥发我身体 走了 保重 徐总之会 一路小心啊 张国焘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后 当年十月起 先后发起了一系列战役 虽然歼敌三万余人 但红军损失惨重 被迫从进攻转入首室 一九三六年二月 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康帝 道夫 卢获战役 红四军再次奉命翻越加金山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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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给你 红主任 这山叫什么山呀 叫 甲金山 这山这么高 我们怎么爬上去啊 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爬过甲金山 走不动的伤员 我们就是抬 也要抬过去 走 快起来 快起来 走 快起来 快起来 我们走不动了 我们走不动了 那就歇一会儿 咱们歇一会儿 不要倒下 不能倒下 这个地方空气稀薄 四千多米 四千多米 你们倒下去 快起来 就死在这儿了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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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起来同志们 起来 起来 继续走 起来 走 走快走 走快走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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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 别倒下 走 双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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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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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 我不死你就不死吗 你怎么了 转禾 转禾 把眼睛睁开 我命令你把眼睛睁开 转禾 折腾 沈河 快 快 沈王 军下 沈王 王山王 醒醒 王山王 醒醒 醒醒 王山王 红大哥 你要去哪儿啊 我也不对去 带上我吧 我也要当红军 不能牵红主任 你要杀就杀我吧 六双鸽 执行命令 我不 大哥 别哭了 你活着 我就活着 上阀 这红烧肉好不好吃啊 这肉太香了 吃吃吃吃 报告 报告主任 我 我以后不抽大烟了 好 你既然保证以后不抽大烟了 那你就可以吃 快点 双鸽 好 主任 雪根本就埋不住人 风一刮都露出来了 还是把战士们 派到山下吧 我们真是活着的人 能不能把过这些雪山还不知道呢 或许多 再认为了 自己都想够着 自己都想要了 你自己都想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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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在雪地里 一定要把战友们的遗体 台下删去鞍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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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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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没有人 来 我们就在这儿缩营吧 好 大家都进来吧 抬进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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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了 明天再暗葬他们吧 同志们 咱们速赢吧 主任 主任 你没事吧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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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